好,這個影片開始我們就來講怎麼樣去安裝這個Extra這個布景主題 那不管你是跟著我們之前的步驟安裝網站 或者是你本來就已經在使用Wordpress網站很久一段時間了 主要是來學習美工的部分的話,也歡迎你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你安裝完畢之後,這是2022年的一個主題 那它每年都會有一個預設主題 所以長得跟這個不一樣的話沒關係 因為反正我們是要把它改掉的 這個預設主題都是免費的 而且是非常陽春的 非常陽春的 那我們進去後台 後台就是斜線WPADMIN這個網址 這是預設的後台網址 那你就登錄一下 登錄管理員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的這些項目呢 你跟我不一定會完全一樣 因為我還有安裝其他東西 假設你是今天全新安裝的話呢 也許會比我少很多東西 安裝主題的部分 你先到這個外觀 然後布景主題的地方頂一下 進來之後呢 最左邊這個布景主題就是你目前已經預先安裝好的主題 就是安裝完之後的第一個預設主題 這是官方的 Wordpress官方的 官方主題很好辨認 你看這個是2022 然後這個2020 就是2020年的 這是2021 2021年的 2023 2023年的 右邊的這些主題都會有一個啟用的按鈕 那左邊這個主題已經啟用了 所以它不會有啟用的按鈕 但是它如果有更新版的話 它上面就會秀出這一個 立即更新的按鈕 可以點擊 就可以直接更新了 那這些主題呢 我們都不會用到 但是我們建議你保留一組 其他的都可以刪掉 比如說這個右下角的刪除 然後確定 這樣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然後這個也是把它點擊一下 然後把它刪掉 因為不需要那麼多布景主題 佔用我們的空間 你只要保留一組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們會新增extra的主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主題給刪掉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怎麼新增安裝 在這邊安裝布景主題點一下 然後我們先安裝extra 這邊有一個extra在這裡 直接按安裝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出現的話 你請在這邊直接搜尋astra 然後它就會自動跑出來了 好你就按安裝 這個是免費版的extra布景主題 我們先安裝免費版 然後等一下再教你怎麼安裝 付費版的extra布景主題 好安裝完畢了 直接按啟用 然後這時候我們在布景主題這邊 你就會看到 這左邊這個已經是extra的布景主題了 右邊這個是2023年的最新的 這2022年的 我們把它打開2022年的把它刪掉 我們也不需要花時間去更新了 直接把它刪掉就好了 好這個就是我說的 我們只要保留 extra布景主題 還有這個預設的布景主題 那為什麼我們要保留這個 不把這個也刪掉呢 因為wordpress它有一個特性 萬一出了狀況的時候 至少你還可以換回這個布景主題去查看一下 網站能不能正常運作 那當然這部分我們不會在我們的教學裡面提到 因為我們這主要是做美工的課程 但是你就是盡量保持一個預設布景主題就對了 萬一這個布景主題有問題 掛點了 你還可以先切回來這個布景主題去運作 或者是做檢查 比較一下這兩個布景主題 會不會影響你正在運作的功能 因為有些功能不能運作 譬如說你安裝了別的外掛 不能運作 可是你切到這個布景主題預設的 簡單的布景主題去ok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是extra布景主題的問題 互相衝突到了 這是有可能的 好那這時候 我們來這邊 點一下造訪網站 按住control鍵 然後另開一個行業簽 好你就會發現 目前的布景主題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它還是空白一片 我們並沒有套入它的範本 extra這個布景主題很有趣 就是我買了它之後 它其實不只是一個布景主題 而是有200多個布景主題 因為有很多布景主題是你買了一個 譬如說50塊美金的布景主題 可是它就是只有一個 那extra不是 extra是買了這個布景主題之後 它點進去裡面 再去讓你挑選200多個範本裡面的哪一個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安裝兩個外掛 我們到這邊安裝外掛的地方 點一下安裝外掛 然後這邊有個上傳外掛 點擊上傳外掛之後 選擇檔案 請你去選擇我們在影片下方 提供給你的檔案 你先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腦本機 然後從這邊選取 第一個叫做 extra premium sites 然後你選擇之後呢 把它按開啟 按立即安裝 這個檔案呢 這個檔案呢就是集結了所有付費版的範本 跟免費版的範本都在裡面 那你把它啟用一下外掛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 以安裝外掛區這邊就會出現了 Premium Starter Templates 就是它的模板範本通通在這裡面 接著呢 再來安裝另外一個外掛 一樣按安裝外掛 然後按上傳外掛 再選擇檔案 選取另外一個 我們在影片下方 讓你下載的檔案 這個extra add-on plug-in 好 點一下 好 按開啟 立即安裝 這個都是付費外掛 你們可以直接下載 不用再另外付費 然後按啟用外掛 好 現在在外掛區你就會看到 extra Pro版已經出現了 就是剛剛第二個 讓你們下載檔案上傳的 然後剛剛第一個是這個 Starter Templates 專門是放模板的 好 這時候呢 你往上捲一下 你就會發現他這邊說 請啟用 你的這個 Premium Starter Templates 這邊有一個請啟用 Activate 就是啟用 你的這個extra Pro 也就是說這兩個付費外掛 他必須要填寫 他們的啟用序號 那這個啟用序號呢 也在影片下方 所以你要記得 下載完這個檔案 並且安裝完畢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啟用 啟用的時候 你就必須把我們影片下方的 序號貼進來 好 我們先點這個 Activate Premium Starter 然後把它貼進來 好 這時候呢 按啟用 那因為有兩個序號 所以你不要填錯了 好 這邊已經啟用完畢了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按XX關閉了 好 這邊還剩下一個 一樣按Activate 啟用 然後授權碼要填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另外一組序號 把它填上去 按啟用授權 然後按啟用授權 好 Activate 已經完成了 Successfully 已經完成啟用了 那你就不要再按到啟用授權了 所以這兩組需要不要貼錯了 不要貼相反了 這樣子呢 我們再回到外掛這個介面 看一下 上面的這個警告訊息已經消失了 好 這邊已經 Activate Pro版 已經確實啟用了 然後Premium Start Templates 也已經啟用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再回到外觀裡面的 Starter Templates 好 這時候已經跑出來了 你把這個點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 Build Your Website Now 點一下 這時候呢 就選擇Elementor 我們要用的編輯器 其他兩個不要選 選擇Elementor編輯器 這是目前最好用最受歡迎的編輯器 所見即所得 你就會看到 你的所有範本通通出現了 通通出現了 然後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Premium就是付費版的範本 你現在也已經可以使用了 然後這個沒有寫的就是免費版的範本 好 那我們這個初階課程呢 不會太難 你先來找一個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又不會太難的範本 就是這一個 這次其實是免費版的 因為它沒有Premium 我們先用這一個範本來做示範就好了 這是我們的最初階的課程 那你把它點一下 好 你看到這個範本就長這個樣子 很漂亮 而且它有整個購物車的功能 這個是購物車功能 然後它這邊就直接告訴你說 你可以把這個Logo 直接上傳一個Logo圖檔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 先維持原狀就好了 之後再教你怎麼去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邊只按Skip and Continue 繼續 好 我們就按繼續 那這邊也是想要讓你預先去選擇 你的這個色系要不要做修改 好 那我們用預設就好 先不要改它 好 這邊有Change Forms 就是你的字型要不要去做修改 那如果你是中文版的話 這個字型對你的意義不大 因為它這個字型其實都是針對英文 所以不用管它 你就按Continue繼續 上面這些都不用填 那底下這邊就是 它會告訴你 它接下去要做的動作 就是會匯入這個網站的設定值 還有匯入這個網站的Widget Widget就是一些小方塊的功能 然後它會幫你安裝必要的插件 必要的外掛軟體 這邊有講 譬如說 這是一個有支援購物車的範本 所以你的網站本身沒有安裝購物車 它會幫你安裝進去 然後這個是賄賂網站範本裡面的內容 你要不要賄賂 如果你不賄賂的話 就裡面空空的 那我們要做示範 所以我們要賄賂 讓你知道怎麼去修改那些網頁資料等等 好 我們就按繼續 下一步執行安裝 你看到這邊的百分比 就表示它已經在下載了 好了 安裝完畢 這時候你就點擊這一個 觀看你的網站 點一下 它就回到你的首頁來了 有沒有 非常快速 網站已經安裝好了 範本已經安裝好了 然後資料也都已經匯進來了 就變這麼多東西了 那我們再去後台看一下 點擊控制台這邊 哇 你就會發現 左邊多出這麼多東西了 WooCommerce就是購物車的外掛 它已經幫你安裝好了 然後Elementor就是剛剛那個編輯器 它已經幫你安裝好了 然後WP Forms是什麼 是表單 填寫了表單 這個外掛 它也幫你安裝好了 所以這一集的主要工作就是去下載 我們提供給您的兩個外掛 然後把它上傳 安裝完畢 再輸入序號把它啟用 並且以這個模板範本為主 我們會交這個範本 確認你的網站前台出現跟我一樣的樣子 OK 我們下個單元再見